好 非常感谢庄副总的致辞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次活动的承办单位 是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的会长任彦宏老师 来为大家讲一讲这次比赛的详细的情况 有请 好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今年总领馆将继续面向 安大略和米尼托马两个省的在校中小学生当中 开展中国熊猫杯学生中文演讲大赛 由我们学会来承办 然后加拿大国际电视台和FM105.9一起协办 那么这个活动的内容呢 我先讲一下 二零一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七十年来 这个话题我不太给力了 看来我们可能 七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给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生活带来改变 本次比赛要求参赛者围绕国与中国的主题 用心用情用功的写作和演讲 在祖籍国的所见所闻 对祖籍国的所思所悟 分享对祖籍国七十年华诞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求是原创写和讲 参赛的主题主要是安省和免省的青少年 我们设小学组一到八年级 中学组九到十二年级 中学组呢还分土生的和新移民两个组 那比赛的时间安排从现在开始起就报名 到六月三十日截至报名 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号 有各教育局或学校组织演讲出赛 就是选拔赛 九月八号进行决赛 那么其他的信息呢我们再另行通知 九月二十二日公布比赛结果 并举行颁奖仪式 那比赛的方式是个人独立演讲 时间三到五分钟 而且今年比赛期间 评委还要设置提问团结 那么奖项是小学组设一等奖一名 奖金200加币 二等奖三名 奖金150加币 三等奖五名 奖金100元加币 优秀奖十名 奖金50加币 还有奖杯和奖状鼓励 这个非常非常好啊 中学组 中学组 土生组和新一名 各组设一等奖 两人 奖金300元加币 二等奖三名 一共六人 奖金各200加币 三等奖五名 一共十人 奖金各150加币 优秀奖十人 一共二十人 奖金50加币 而也给予奖杯和奖状鼓励 这个奖项是领馆对海外华人 子女学中文的奖励 在现在社会上各类比赛当中 确实是最高的一种 那组织方式呢 今年是这样 安省和曼省 各教育局 各中文学校为单位 在初选的基础上 参加决赛 每队参赛的学生 不超过三人 那除个别特别优秀的以外 他们有并列的第一名或者什么 那个就有四个人 那一般我们就是 三人参加决赛 那么有些散户 那么他们直接向华为学会报名的 网上报名 那我们华为学会组织预赛 我们也组织个预赛 在决赛前 进行衰选 演讲优胜者 那会在电台下 FM105.9 FM1430 这些电台播出 然后媒体也可以刊登 他们的演讲稿 我们这次比赛的评委 全部是资深的中文专家组成 都是来自大学教授 所以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新人稿在门口 这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写在上面 然后你们各报刊 根据各个媒体 根据你们的群体还可以再另外增加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